故事的结局终于到来 经过那一次的战斗后 剑奇面对着众多的黑莲 以及不忍下手的向川石 在看向自己的血迹时 他找到了彼此两全的办法 带着守护人类的决心 剑奇在城市中寻找着黑莲 并且是用最强的国王形态 不遗余力地释放力量 以此让自己进入狂暴状态 在每一次的战斗结束 剑奇都会克制自己的睡意 奋不顾身地来到另一地点 再次展开与敌人的对决 正在剑奇战斗的同时 现场有人类遭遇袭击 他立马挥动武器将其救下 却发现此人正是无完 这时黑莲趁机袭击剑奇 并联手将剑奇牢牢控制 在这危机的时刻 一人捡起地上的帝皇剑 一击带走了全部黑莲 剑奇缓缓看向此人 正是消失许久的菊前辈 他表示正是无完所长 在海中及时救下自己 随后两人带着疲惫的剑奇 返回虎太郎的家中 商量如何应对众多的黑莲 菊前辈表示敌人的数量 并不是剑奇所能应对的 说完后拿起唯一的腰带 准备帮剑奇分担任务 这时剑奇现身抢下腰带 表示自己有战斗的理由 剑奇意味深长的一段话 让众人感到无法理解 但此时一旁的无完所长 却明白了剑奇的想法 随后剑奇微微一笑 永远淡出了几人的视线 此时另一边的向川石 正在曾经废弃的房屋 等待着剑奇最后的审判 数分钟后剑奇赶到现场 面对以前帮助自己的朋友 向川石表示他作为Joker 无法反抗自己的命运 紧接着显露狂暴的本性 再次恢复Joker的面目 并向四周释放大范围滤波 瞬间摧毁两人所在的房屋 等到两人恢复清醒时 立马变身展开彼此的较量 激战几个回合后 剑奇一击打倒向川石 这时向川石拿出卡牌 升级形态与剑奇对决 并回应他刚才的一击 烈士的剑奇立马反击 被打至另一侧的剑奇 看穿向川石刚才的举动 是想故意让剑奇封印 这时向川石刷卡红星2 并表示能够击败自己的 现在就只有剑奇了 随后向川石变回Joker 从影子中召唤大量黑莲 已有解决方案的剑奇 再次变身后持剑猛击 一波连斩带走众多黑莲 并示意向川石拿出实力 与自己真正来一场对决 激战数个回合后 向川石一击打退剑奇 没有丝毫犹豫的剑奇 直接升级国王形态应战 瞬间战斗力直线上升 剑奇连续几招重击 轻松将向川石打倒在地 并使用最强的卡牌组合 被打至另一侧的两人 依旧不死不休的对决 在一拳拳的对拼之后 剑奇的身体发生着变化 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 正在他的体内四处涌动 此时作为裁判的封印之时 感应到另一位不死生物 瞬间抹出了城市中的黑莲 世界再次恢复以往的和平 与此同时在虎太郎的家中 警报系统上显示着两位Joker 这时剑奇解除了变身 流出的血液变成了绿色 并且出现了Joker的腰带 看到如此情景的向川石 对此时的剑奇感到震惊 正在这时封印之时出现 向川石对此解释 现存不死生物有两位 极限之战将继续进行 站在一旁愤怒的剑奇 一拳打破封印之时 表示自己不会再战斗 不料封印之时再次出现 并远离了此处地点 这时剑奇做出最后的决定 在进行最后的交谈后 守护了一切的剑奇 永远离开了众人的视线 独自一人在世界流浪 而封印力量的特殊卡牌 也被乌丸所长分为四类 永远保存在箱子中 仅留有一张红星2 被向川石继续使用着